前總統蔡英文 前總統陳水扁 國慶日同框 只見陳水扁 主動與蔡英文聊天 互動不少 卸任後 蔡英文一拿到總統賴清的演講稿 立刻打開來看 鼓掌後卻突然彎下腰 再起來臉部表情尷尬的笑一笑 換個角度來看 原來是放在腿上的文件 從大腿滑了下去 手挽了一步 可以看到蔡英文表情嚴肅 看演講稿還不時點點頭 等聊到內政問題時 蔡英文才放下演講稿 在乎臺灣兩岸及國際問題 蔡英文也和來訪的國際友人互動頻頻 一坐下來就主動找蔡英文含暄 帶菲利多次訪問臺灣 二零二四年當選總理 五二零也專程來臺 沒隔多久 外交部長林佳龍也加入 三人敘舊聊得開心 事實上蔡英文才入座 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來找蔡英文講了幾句 見蔡英文轉過頭 就一路開始與外賓握手 從第二排一路往後握 不知是喝水嗆到喉嚨不舒服 蔡英文陸續咳了幾次 在國慶後 十二日 蔡英文將要出訪歐洲八天 就看蔡英文如何拓展 惡鬼外交 阿玉